你说 我像云 琢磨不定 其实 你不懂我的心 小米恋 祝你生日快乐 小倩 谢谢你 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咋还没走呢 怎么踢进去呢 你唱得太好了 一会你好好教教我 把我给大美唱的 我让大美也高兴高兴 大琴子 就你这口条 大美听完 一个大嘴巴的能踢死你 你信不 赶紧把站起来 走着 哎呀那吹什么吹呀 不就一碗干啥汤 八块钱的事吗 对 是一碗八块 你喝十二碗呢 赶紧给钱 走着 也不心情不好 我们都给我吹了点 你说田妹们欺负我 你也欺负我 咋的 田妹们欺负你了 因为啥呀 那什么大美说要想吃羊肉串啊 我和你吃到点浪漫的气氛 就在小区里我植个炉子 刚把这炉子置成羊肉串 没冒全的 田妹们就来了 说你不能在这整个污染环境 玩意是代表物业把我这玩意就磨手了 这才改呢 你挺大个个的挺大个脑瓜的 小区不让烧烤你不知道啊 你咋这么改呢 别耽误我正事啊 赶紧给钱走开 赶紧给钱 把钱给我 给钱 不要提钱 你看他做什么有正事 你看他跟我说一说 看我能帮着麻木 不用你帮 不用我帮 你每回有事你不找哥呀 哪回不是哥帮你麻木呢 听好了 今天是小米粒过生日 但是一会儿他要去山区 给小鹏说爱心 我要珍惜我们俩 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听好没 是我们俩 你能帮着吗 就因为你们俩 我跟你说我这忙我必须得帮 必须得我在这啊 你知道不 一会儿你看你们俩在一块 你喝酒啊 然后吃菜 你支吼我一下 晚上我给你忙活起来 你这多好啊 你多有面子啊 你啥意思吧 没别的意思啊 我这秦子给你当一天助理 晚上你把那十二碗嘎啦汤钱顶了 那秦子 你要不要你能大姿务量呢 啥玩意 你成小呢 不是什么 成小成小成小了 再不成小我就散架子了 行行行行 帮没帮啊 不许帮倒门啊 好不好 放心吧 你说怎么帮 第一步 我呀 学了一首歌 叫其实你不懂我这心 学了两个多余 我唱完这首歌之后呢 你就把两杯红酒端上来 我们俩一干杯 第一步就成功了 太好了 红酒配嘎的汤绝配呀 别上嘎的汤 上红酒 我知道先上红酒后上嘎的汤吗 哎呦嘎的汤 嘎的汤没关系 没啥的汤吗 喝红酒 那这这下面呢 第二步 就是我给肖米热 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人说 黄小倩 作为你的贴身助理 我得说到我心里话 你是不是傻呀 咋的呢 我小美丽 我一巴掌我踢死你 哪有过程给你送小人书的 大琴子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就这个礼物啊 给小美丽一送 他顿时就喜欢 你信不信 我信 小美丽傻 你还想不想干了啊 给钱走人 不是不是不是 小美丽太太 小美丽 怎么这么好呢 好不好 我傻 小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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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丽呢 你咋来了呢 小美丽找我跟她过生日啊 小美丽说了让你回去吧 为啥呀 他走了 小美丽 你啥时候来的 我刚来啊 他刚走 大琴子 给我推出去 好 出这 哎呦你妈 哎 出这 你推我干啥 你推她 你不是说的把你推出去吗 什么玩意推我她的 我 我给小美丽过生日啊 她礼物都带了 哎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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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先放我这 一会你们三个过生日的时候 你叫我 我这一句给你展现出来 行吗 行 拿走 谢谢啊 红酒也拿走 都拿走 你们两个都到了 小李铃 我知道 你们两个今天都想给我过生日 但等会我着急要赶时间 我要去山里给孩子们送温暖 所以我就把你们两个约在一起 咱们三个一起过个生日行吗 等会小李铃 咱啥一起过呀 我不舒服 三人一起过我还不舒服 三人一起过不舒服的话 那你俩过吧 我走了 哎哎哎 小李铃 别别别别 别走 你走了 你走了给谁过呢 是啊 我还给你整个首歌呢 对啊 我也准备一首歌呢 我不爱听 也不唱给你听歌 你还唱给你唱给谁 小李铃 我先让你跳 跳跳跳跳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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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 唱唱唱唱唱 对对对对对 你先唱吧 让你先唱啊 我先唱啊 那行 那我先唱 你说 我相遇 我摸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么亮 这么快的 谢谢 那他写这样 那他写这样 行了王小翔 你不是也要送我一首歌吗 你该不会是跟人笨笨唱一样的吧 不不一样 不不一样 不不不不我们不不不一样 不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语 我们从这里待着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 我谢谢你们两个的歌 但是我真的着急要赶快 你赶快 我还给你准备有了呢 大行呢 上红酒 上红酒 小美丽 这是我们老板 往下精心给你准备了红酒 祝你神圣快乐 小青儿 谢谢你 你想的真周到 他还说了 喝完你就可以上路了 赶路 赶路 是赶路 大行的 你是传说中的祖祖礼不 啊 行了行了别闹了 我真的着急了 哎哎哎哎哎 别走别走 我还给你准备离乎了呢 准备离乎了 快不要 大行的上礼物 快快快 哎把我礼物给拿来 甜笨笨 你想干啥呀 我上啥你上啥是不是啊 行行行行 这回我还让你先来 小米烈 我不是吹啊 我一会就在门口等你 当我把这礼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能把我召唤回来 哈哈哈哈 来 这是田经里送给你的礼物 对 那个 咱们这样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打开看看 喜欢的 呀 我太喜欢了 好多小孩说啊 你 什么什么什么玩笑儿乳啊 不是 你们 哎 你太了解我了 还送了一张卡片 献给大山里的孩子们 哎 等会儿我要把这些小儿书带给他们 他们得多高兴啊 为什么都不用说 我好感动啊 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不是 等会儿 先看看这个 这是一网红线送给你的 精心准备的 好 这个防晒霜 我在商场见过 很贵的吧 好有百呢 网红线 这还有一张卡片 献给我最亲爱的小米粒 王小畅 你给我进来 看见没 我帮得多 小米粒 是你的 对啊 那个刚才我送你的礼物 你是不是很喜欢呢 你不用谢我 王小畅 我问你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挣不多少钱 那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 你哪来的钱 你说 你是不是又偷着花你爷的养老金了 这快八马的 不用我爷养老金 你要喜欢的话随时都能送你 那个小粒我 什么都不用说 笨本 你做得非常好 王小畅 你太不懂我的心了 我咋不懂你的心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 笨本 你最懂我的心了 王小畅 我跟你直接说了吧 你跟甜笨笨送我的礼物 我更喜欢笨笨的 我更喜欢笨笨的 大琴呢 你过来 不是 甜笨笨送你啥呀 花的饼子可贵的 好白 我懂了 小米烈 你刚才说 喜欢甜笨笨的礼物 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小米烈 在我心里 你一直 是一个有理想 有追求 不被金钱所动的女孩 我知道 我方方面面都配不上你 可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个纯真 善良 有理想 有追求的小米粒 其实 你不懂我的心 嘿 不是 他在说什么东西 不是我知道了 可能是我的事 那什么 就他俩送的礼物吧 甜笨笨是化妆品 网友签才小儿叔 怎么回事 确实是那个小倩送你的小儿叔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你也一直没让我说话呀 是我错怪小倩了 包小倩 我错了 其实是我不懂你的心 小倩 小米烈 以后你不要说话我也得说了 其实是你不懂我的心 小米烈 我错了 说什么 管别乱 你想帮我 你不能哥这心 你跟母亲 哥想帮 Job 啊